眼前的一幕彻底颠覆了人类的三观 四只才刚满约不久的小奶猫 就被人活生生地溺死在了小河边 原本想来这里捞鱼的男子当看到这凄惨的一幕后 瞬间让他不加思索地想要尝试抢救他们 因为男子清楚地明白 如果他都懒得抢救他们的话 那这些小奶猫肯定将必死无疑了 然而拿起这只小奶猫的这一刻 瞬间让男子的热心尝量了一大节 因为小奶猫此刻僵硬的身体 再加上冰冷的体温 让男子不由地感觉到了一丝的绝望 而且男子原本以为四只小奶猫 肯定会有几只还有活动的迹象 可是每拿起一只小奶猫的那一刻 都像是在男子的心口上撒盐 这些小奶猫们无一例外 全部都惨遭了死神的降临 但每只小奶猫绝望的眼神中 更像是希望自己能被抢救回来 然而男子毕竟不是一个见死不救之人 他也下定决心就算还有一丝丝的希望 他都没有打算放弃小奶猫生命的想法 因为这就是人类内心最深处最该有的善心 而我此刻也真为这些小奶猫捏把汗 也真的很希望这些奄奄一息的小奶猫 能成功地被人类的善心从死神手中抢回来 毕竟这些孽债都是没有良知的人类一手造成的 当男子把这些小奶猫带到安全的地带休息片刻后 男子赶忙对他们进行了身体检查 并且小心翼翼地按压小奶猫的身体 好让小奶猫的身体能好受一些 也不知小奶猫们是不是有灵性 还是身体得到了缓和的机会 他们居然用着微弱的呼吸在喵喵叫 叫的是那么的凄凉与无助 但是在我看来 他们更像是在感谢面前善良的人类没有放弃他们 经过男子对他们短暂的抢救后 发现他们已经有了活下去的特征 于是男子紧急把他们带回了家 并且给他们铺上了厚厚的毛毯 再加上取暖灯泡的照射 肯定能大大提高小奶猫们的存活率 而男子便化身成妈妈的角色 细心照料着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小奶猫都被男子尽心尽力地投喂奶水 看到这么暖心的一幕 让我不由的感觉这可能就是善心的初衷吧 然而不知上天是给了男子收养小奶猫的机会 还是小奶猫们有九条命 他们居然全部成功地活了下来 而男子也秉承着好事做到底的原则 不仅去宠物医院给他们检查了身体 还决定照顾这些小奶猫们的后半生 看着这么讨人喜欢的小奶猫 真的很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最后还是真诚地祝愿善良的人类 一生幸福平安 云 Société Radio-Canada